各位读书会的会友、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欢迎大家再一次抽出宝贵的时间 利临我们翠英读书会 本期读书会的导读现场 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 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辱民学圈的宣主沈顺福老师 利临我们这个读书会导读现场 为大家来继续地导读 武德心性人格教育系统 本次导读呢将是这个写的第四次 在本次导读当中呢 沈先生将会具体地分析 武行这个生克系统 以及武德大义的这个对应的关系 并且呢他将会以具体的案例 来解读人格的先天器皙 与后天形态的相互作用 现在呢我们就热烈地邀请沈老师 有请沈老师 好 谢谢华欣 好 欢迎大家今天来继续参与我们这个分享会 今天我们会谈的就是 我们的五行大义 跟我们的人格基因解冻系统的一个案例 因为前几次我们谈的都是一个背景 比如说我们的中华文化的背景 我们的教育的系统理念 现在引进的就是我们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主要是在分析一个人格的基因 根据个人的人格基因 我们来探讨可以给他一些哪一方面后天 弥补 因为每一个人出世都有一个自己的先天的不足 所以所谓的人无完人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所以多元性的社会也是很宗教的 很重要的 因为多元性的社会有多元性的人格来互补 所以好像只是一个单元的宗教的社会 或者单元一个文化的社会的话 这个民族的成长会比较不容易发展 所以我们看看有一些比较封闭的社会 或者封闭的宗教 他们的这个思想理念还是停留在传统的过去的历史中 所以其实我们在谈人类的时候 人类都是一个历史产生出来的文化 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比较喜欢看某一个时代的历史 他这个时候的这个时代的思维是在那个历史的 比如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反清复明的时代 也不是太平天国的时代的情操 那是一个在迈入一个新的世界 那我们人要怎么去转型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像我们新加坡一样 政府一直在提升我们新加坡 怎么样根据以后的整个国际的情势 我们可以跟得上 我们不敢讲我们可以领先 但是我们可以跟得上 但是在我们的思想思维方面 我们的愿景是一定要领先的 所以新加坡政府他可以下定一个50年的未来计划 但是在其他的国家 你很难看到一个政府敢承诺你说 我可以用一个50年的计划来建国 他只有五年四年每一次大选来的 这些计划要被淘汰掉了 所以现在的世界各国 他没办法看到他的愿景 甚至他们不能够成立他们自己的民族 或者国家的愿景 但是在新加坡我们政府敢敢承诺说 我们50年后是怎么一个新加坡 这是因为在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比较有共识 而且大家了解每一个 每一个人自己本身在这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还有跟这个国家的脚步步伐同进 而且是三代同堂 就是说我们老中少都接受统一的一个思想 所以说新加坡一万一世纪这样子 也就是说各就各位中 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目标 一个比较明确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上 大家可以团结合作迈向的 因为一个人的力量不能够建立一个家庭 但是一个家庭的力量不能够改变一个社会 而一个社会的力量 它必须要配合一个国家 的一个所谓的价值观国家的方向 所以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面 它要怎么找到一个更伟大的 就是说整个社会团体国家的一个 同而不同中的那个 不同而同中的那个方向目标 所以过去联合国也曾经有这样发表过 就是以后世界大同必须要用我们中国 母学 母家的一个系统 因为这是以人为本嘛 它不是一个政治学来的 但是这个以人为本在政治上 它也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来带动 所以过去我们都可以了解到 在这个整个地球的历史里面呢 最伟大的创作 它一定要有我们国家的力量 最伟大的那个经济 一定要通过商人的那种沟通交通 或者商人的社会 最伟大的人格的形成一定要圣贤的教育 这些都是必须要用很伟大的一个机制 或者一个机器 国家机器才能够推动一个伟大的建设 而至于现在人类一直在迷失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在西方国家里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没有一个主流的文化 或者没有一个主流的政治的一个目标 因为他的宗教的那种信仰力量 强大过社会的力量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大多数人啊 生活一到问题 就去寻求宗教 寻求鬼神 所以在西方国家 他们你看政治家都都有信仰 政治家他都要用宗教的背景 来作为他的选票 所以这变成说他的一个政治的政策 他没有办法真正利用 社会上最需要去先进的 他必须要配合民情 甚至有一些国家 还要配合到民族民 我们叫做民俗文化 也就是国家本身 他没有一个很大 很正确 或者很有底气的政体 来领导社会 他们要将就于这个民俗文化 这些我们都要去了解的 所以在西方社会 我们已经发觉到了 他们的瓶颈就在这里 而我们现在 我们在以中华文来说 这是对人类的一个教育来看的 所以他不需先对民族或者国家 它是一个人类 我们说人性的一个教育理念 所以今天我们会大概 就把这个理念前面讲 就用我们的传统的 圣贤的文化的一个经典的系统引进 然后进入我们的五行 深刻的基因 来了解人性的基因 了解社会的一个基因 包括宗教基因 文化基因 生态基因 这里面就是这个基因 在主宰做每一件事情的发展 这个基因又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基因本身 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就是基因的感知 这就是感知力量来的 因为只要是有生命的物种 它都有一种感知力 就像每一个人 他有七情六义的感情 每一个人也有鼻子 他都有感官的感应 这些已经主宰做 整个社会的情感 整个社会的生存的那种 所谓的基因感知 所以我们要用基因感知 来解读人和系统 但是这个基因感知 它是以什么机制 来做感知的系统 就是我们说的阴阳五行 阴阳本身就是一阴阴阳 一阴阳本身它有不同性 但是它必须要有相互作用 就是说报应复养 它一定有相互作用 那相互这样 是什么力量把它连接起来 可以不离不舍 这之间就有一个所谓的感知基因 就好像男女谈恋爱的时候 他的感情是不离不舍的 那是因为有一个感应的关系 有一个情感的关系 在《易经》里面叫做弦卦 这个弦卦本身 弦下面加一个心字 就是感的意思 弦旁边加一个言字 就是成的意思 所以不管你是自成感天 还是说你的情感 这些都跟这个感应 这个感知是有关系的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的第一个PPT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五的信性人格基因教育系统 这个教育系统是当时杨老师 第一个读书会的时候 把我铺上去的 其实我当时的这个题目是叫做 《武德信性人格经》解读系统 但是杨老师就把我错有错做的 把它放下去是教育系统 我说好的 这样错就错 错有错找吧 我们就把它当成教育系统 用教育理念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引导 或者就开辟一个教育的市场吧 要不然当时我是做一些解读系统的课程而已 还没有办法纳入一个教育系统里面 但是没关系 我们还是可以从这方面去尝试的 讲到这里 我们要先弥补一下 上次的那个读书会里面 有一个我们的会员 前辈一个老人家 他有问起说 金木水火土 他日本人用的那个星旗字 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用日夜火水木金土 来作为他们的星旗 一星旗里面的排序 他说跟我们的金木水火土 有什么关系吗 所以那个时候 他突然间问这个问题 我还没有做好这个功课 所以这次我把这个功课做好 来答复他 这个影片他们还是可以 他还是可以看到的 其实这个 这个所谓的日夜火水木金土 它是古罗马时代的一个星旗字 就是他们用一个七天来 做一个周期 因为以过去的这个 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他们认为上帝知道 这个世界是七天嘛 第七天就是休息日 所以为什么第七天 他们叫做Holiday 他们要去见上帝的时候 所以这种文化 当时在古罗马巴比伦时代 就用这样来排序 但是当时说的星旗日 这个日是所谓Sunday 就是其实是太阳的颜色 在Google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解释 说星旗字的老祖宗 是在东方古巴比伦 和古犹太国的一带 犹太人把它传到古埃及 又由古埃及传到罗马 公元三世纪以前 就广泛地传播到欧洲各国 明朝末年 基督教传入我国 我国就是这里讲的是中国 星旗字也随之而入 就是清朝当时 皇帝开放给这些 西方的传教士回来 主要是要引进他们的科学 那么过去的神学里面 它有一部分呢 其实就是天文学 所以因为他们有研究天文学 所以就慢慢变成一个科学 比较有科学的系统 所以当时神学就跟这一班 比较注重于天文科学这部分的 那个神学家开始分开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 神学就跟科学家这部分 变成有冲突 所以后来的 有一些神学家科学家 他们是比较说 他们是比较是中和的 也就是说比较折中的 他就把科学跟神学之间 再把它连接回来 抢了一套我们所谓的 哲学系统 所以哲学其实就是良知 这个良知 在这个科学跟神学之中 最一个折中 所以后来才有一些 哲学家出现 所以通常古塞的哲学家 都是属于神学 他们也相信上帝 相信这个宇宙的造光 但是他们也从科学方面 比较理性地去解读这个世界 或者这个宇宙 但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 这个良知还在 所以他们在讲究科学的时候 这些科学家还是有一些良知 在里面做主宰的 所以当时他们也不是完全集团是科学 或者不信上帝 因为他的良知还在 其实神学本身 还不是从我们人性的那个良知 做出发点 所以才有 苏克拉底 波拉图这些哲学家 他们还是有注重良知的 在我们中国是以人性 人文为本 但是这个人文不能够离开天地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 人性学是天地跟人 连结起来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拿回 姚舜与汤文武之中 他们的人文为本 它不只是现在的社会社会主义 或者民粹主义 它是要跟天地连结的 因为我们是天地中的那个知心 就是天地知心 其实就是人来展现 表现出天的的情感 在我们人身上 所以我们是一个活性的 比较有生命表态的 一个天地的基因的 所以从这里 古巴比伦建造了 气心堂祭祀心学 所以气心分布为气层 每一层有一个心神 其实它每一个心 就代表一个心神 就是说太阳神 月亮 火神 水神 所以他们根据 这祭拜的神明 平成把它列为气天 这样来祭拜 所以这后面讲的 就是这些道理 就好像现在在泰国 泰国人 他从星期一到星期日 每一天都会拜一个佛 一尊佛 因为佛在从他的 出色到 出家坊到 苦修到 悟道 到后来成道 他有七个过程 所以他们把佛祖的 这个一生的七个过程 列为说 一星期里面 每一天拜一个佛 当时的一个过程 的过程的佛 所以这个是 民俗文化所势力起来的 所以到今天 我们中国的一些 比较道教 或者佛教 民俗文化里面 也参照到很多西方 其实也有西方 民俗文化参进来的 所以你看现在的 佛教 也有道教的仪式 道教也有拜佛教的神 所以这些民俗文化 已经 它不是真正的天地学 天地知学 它没有进入民税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宇宙的系统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宇宙系统 重新拿回来 而民俗文化方面 是在民俗的世间中 他们的文化生活形态已经两层了 但是追求真理 我们必须要回补到它的本源 这样我们才不会迷失在民俗文化里面 这个是在久打一些 关于日本人为什么说日月火水 木土已经排为它的七天的一个 所谓的日地 我们中国当时就没有用七天来做一个周期 我们可能用的就是初一十五 或者节气 一年里面就有四季 四季的祭典 我们是用那个来做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月一个月 或者四个月四个月 作为我们的一个周期 这个就是对上次我们有一个学员 长者所问的一个问题 今天补充回答一下 这些在Google都可以找到比较详细的解读 今天我们就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课程 这张相片主要的是 我们这个系统本身还没有正式成立之前 当然我们在我们的民事世界 我们的这个学院中不做不断的尝试 而且我们做了五年的尝试 我们对这个基因解读 在各阶层方面 不管是融工商方面 我们都接受他们来做 我们所谓的挑战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系统 而且是一个转型的 怎么进入一个现代社会里面 可以跟上科学 跟上时代他们的一种要求 所以我们这张照片里面 从右边这里 这边 这里面有十位 这十位女生 都是所谓心理医生来的 你看这些心理医生都是女性多 因为女人的情感 比较强 感知力量也比较强 所以由他们来当心理医生 他们的爱心耐心会比较充满 尤其是这个心理学 针对痛苦的人 迷失方向的妇女 或者青少年的叛逆 你看这些心理医生上 你都可以看到那种母爱的气场 好像第一课我讲的 在巴西人的眼睛里面 他的眼光里面可以看到圣母玛利亚的眼神 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他们是充分做爱心的 所以巴西人他们很容易 只要听到一个感动的故事 感动的道理 他就会流眼泪 他这种母爱 他的爱心 他绝对不会把它隐藏起来 而且这是他们的文化来的 所以在巴西开课程的时候 我们讲的道理是平平白白的 平平白白 但是对他们来说是 真的是非常激动的 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感情丰富 而且开放型的情感的一个社会 所以任何人随时都可以 拥抱你 相信你 甚至在你面前 打开心胸的笑 跟你分享 跟你一起哭泣 你的感受 他们立刻就会感受到 他们在这方面 他绝对不会有一个保守的遗地 但是因为这样子 有时候也会失去一个 所谓的情感的一个系统 所以我们当设计 这个五行感知系统的时候 他们就非常认可 因为我们必须要把人的感知 在我们所谓的眼若鼻视生意都好 比如说不同的伦理上的情感 爱的一个阶线 我们的分界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这里 他们更懂得自己在什么位置上 表现出比较恰当的情感 来做一个沟通 所以这里面我们有十位心理医生 而且我们是在他们身上 自己做测试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用我们的系统来测试 他讲解或者解读 他的人生 他的情感 他的人格形态的时候 他不需要答任何一个问题 我们也不需要问他任何一个心理上的测试问题 而只是你给我的你那些资料 我就根据资料 就直接解读给你看 你只要跟我们点头或者摇头就可以了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这个系统是非常震撼的 有就是一个心理医生在帮你来解读你 或者来分析你的人格的话 他可能要用五个调程 甚至用几年的时间 让你慢慢去观察一个人的成长 才下一个定论 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 我们就当下就告诉你的基因展现的是什么 所以后面我们就会告诉 给大家分享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机制 用什么一个理解 怎么样用我们的中华文化的 这些我们的智慧 在人性方面怎么解读 因为我们解读的不是你的心理 我们是解读你的灵性 但是因为你的心理的那个结构 已经蒙盖了你的人性 所以是你的人性出现一个反抗 不是你的心理出现一个反抗 因为心理是你自己结构出来的 但是你的心理那个结构 或者意识形态 违背了你的自己的人性的话 你的人性会做出一种 比较像小孩子 为什么他要哭 不要闹 为什么青少年要叛逆 就是因为他的人性本身 还没有被心理所压制太久了 他可以反抗 到有一个人以后就 什么事情就接受 什么事情他都就谦卑接受 这个人的人性已经被压迫 已经甚至麻木了 他就用一个心理机制 作为他的外在的沟通 或者他的所谓的 使者生存的求生法则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当时说 人性各赌皮 当然了 因为这个社会机制 已经造成我们不能够做 我们真正人性上的自己 我们只可以设立一个心理机制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假面具的表现 所以在这里 真正要追求到自己的人性的根本的人 在这个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 他可以在你自己人生 自己的生活范围中 做到一个我们可以人性上成长的生态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人 需要寻求宗教信仰 而且宗教信仰里面 他有很个别的团体 各不个别的组织 就是因为他们在 音量着自己的成长的生态 所以才有什么时候 那么多的左道旁门出现 那是因为每一个人 寻求自己的成长 人性成长的一个 比较优质的 一个成长空间 这就是这个社会本身 每一个人寻求自由 其实人要寻求真正的自由 不是属于社会说的那些 情感或者心理 而是人性的自由 人性到底需要什么自由 这还是人找不到的 像庄子篇讲的 他的任性的性 是讲人性上的自由 因为天地本来就是一个 天地之性的自由 没有人可以去改变天地 我们只能够去破坏天地而已 天地不会因为你破坏 而失去天地之性 同样的道理 但是我们的人性方面 因为我们的感知力量 造成我们必须要为了保护自己 而用了心理计则来作为 我们自己的一个人生 而不是用我们的人性来作为 我们真正的人性自由上的 所以圣贤讲的解放自由 讲的是一个人性的解放自由 不是讲说情感性以上的 因为那个已经变成一个 虚幻的世界的一个结构了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要用这个系统慢慢来引导 当然了 比如说当时林肯总统 他把黑如解放以后 当黑如一解放了 他得到自由以后 但是他一直有走出去 从家门走出去的话 他的自由能够带给他生存吗 不可能 因为他自己本身 没有生存下去的生态 但是最起码他已经可以做他自己了 他人性是得到自由了 而至于这个社会本身 你的人性要怎么成长 你必须要制造一个人性成长的生态 所以黑人还必须要经过 一百年两百年 不断地 不断地为下一代来 创造他的未来生态 所以才有黑人区 白人区 墨西哥人的 南美洲的人区 所以不断地去 不断地去 其实是找到一个比较 能够同类同气 不相伤害的一个生活团体 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度 甚至宗教本身 他同一个宗教下 同一个教派下 还有很多很多的小团体 那就是他寻求内心 一个自由的空间 所以他们才把它组织起来的 但是到底你追求的是真自由吗 这个我们就要再谈了 所以为什么鸟放在天空 才是给它真自由 这是因为它是来自于 天空的生活的那个基因 所以放在天空中 你才可以看到鸟怎么洗液 一只鸭子要放到水里面去 才知道鸭子在水里面 游来游去 是多开心的 因为这是它的自由空间 它的基因所需要的一个归处 所以每一个人想要找到自己 找到哪一个自己 哪一个自己又去到 去到哪一个自己的归处 所以每一个人的基因感知是不同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回归的归处 是一样的 但是你会找到你的归处吗 所以你要从你的本性中 基因从去寻找你的归处在哪里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要带出来的 上次我们又讲到五德信性人格基因 今天我们讲这个基因 这个基因本身我们把它分为 大概是三样 最下面这一层我们叫做生理基因 生理基因其实就是一种物种基因 而且这是一种物种进化的基因 所以为什么说过去有人 在向学生来看 你看北方人有北方人的脸像 南方人有南方人的脸像 五人有五人气概的脸像 文人有文字的脸像 这个骨骼就是一个基因来的 所以为什么以前的人说 你主德高深 你主德非常好 是因为看到你的脸像五官端正 非常平衡 就是你的主德留给你的这个人格基 这个骨骼基因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骨骼本身也是一个物种精进化而来的 你看动物本身 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动物的物种 也是经过几万年来的基因变化 然后到今天很多 你看有翅膀的动物不会飞 像鸡亚亚有翅膀它都不会飞 但是假如要重新把鸡亚训练它会飞 是可以的 因为翅膀还不是完全退化完 所以人也是一样 人的生理基因上虽然有一些是退化的 但是某一方面它也是有进化的 所以颜色塞在进化里面的脑越发达的 就是他的脑的进化 越提升 但是脑越想到反而他的四肢比较强壮 他是他的四肢的体力上面进化 但是他的脑是退化 所以当某一方面进化就某一方面的基因细胞 它就会退化 而至于进化跟退化的差别是在于 你进化的是哪一方面 他进化的是哪一方面 有的人进化在脑部 有些人进化在四肢 所以每天在锻炼这个 什么叫做体操的人或者健美先生 他的进化就是马射跟骨骼 这个就是说进化中 他就会淘汰一些所谓的基因的结构 所以我们现在人类最需要的进化 是在哪一部分 当然要看这个时代的深化 这个背景很重要的 好像你看现在中国大陆 我们李显龙总理讲 每一年都有七百万个大学生毕业 那你看这个大学生毕业 也就是说在社会上 你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 也就是说在文化背景上 中国以后的文化背景 都是大学生以上的文化背景 那这些大学生以上的背景 他在学校读的是比较科学 比较理性的 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 要培养一些什么 民俗中的宗教的明星色彩 是很难的 因为他们已经进化到 比较所谓科学性 比较理性的 而不是那种鬼神的感知基因 但是你去看有一些国度 他的宗教的方面 越来越旺盛 越来越旺盛 越多人投入在宗教 因为他变成这个心灵的感知基因 越来越强烈 所以神通的人多 特异工的人多 但是那个文化就变成 属于宗教文化的社会 所以这个世界本身 它还是有一个极端的 这个人越进化 那边就越退化 所以到底我们人要怎么去进化 到一个综合点 就是我们是主要人性 跟天性的连结 而不是一个极端的 一个进化论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 就是生理基因本身 首先你一偷胎来出世 他先有一个五行基因 作为你的基因的 你一传跟基因的进化 改良的一个基础 或者做一个筹码 好像以前的孩子 假如不足业的话 出世了 很快就死亡了 死亡率很高的 现在小孩子不足 不足业 他可以放在养去箱里面 慢慢培养 那在医学的照顾 接下来以后 他长大以后 还给他这个生活中 更好的一个照顾的话 你看这孩子还不是 越来越强壮起来吗 这就是在很虚弱的传统 就是出生的基因中 你经过后天 是可以改造改良的 因为现在科学也好 医学也好 营养学也好 一切都是非常先进的 所以改造基因 已经变成我们人类 现在向未来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方向 而我们教育方面 我们也是要从 人性的基因中去做一个改良 而不是在教育系统 教育的那个方法上做改良 而是这个教育系统 是不是可以改良 我们人类的基因 而不是在教学上 一直在改良它的方式 它是所谓的机制 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感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学校里面 我们有很多学员 都是校长 老师 教授 他们会发觉到 同样一般学生里面 他总是有分前十名的 那中间二十名的 那后面比较落后的 后十名的 但是不代表后十名的人 出了社会就不会成功 他只是在学校里面 后十名的学生 不能跟得上前十名的学生 但是在社会的话 社会的这个文化 社会的需要是 后面这十人的基因 所得他的天赋的话 反而后面这十人 在社会上 他比读书人还要成功 比如说在一个劳动的社会 里面劳动运足就比较成功 一样的道理 在美国社会里面 假如你不是 说是教授以上的话 你真的很难 拧在人家的先锋 所以为什么 有一些现金国家 劳碌的人都是比较文化 比较落后的人 所以这些我们要看 每一个国家的社会的竞争性 他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基因 像新加坡 他要培养的是 高科技的金融界的 所以我们新加坡人以后 劳动的基因就越来越少的 但是没有对不对 而是这个国家的生态 需要这样做 所以至于我们自己的人心 人心是人心 我们内在自己 必须要去改造的地方 是我们自己的要求 所以人类也选择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心灵课程 来作为自己提升的部分 而不是依赖在社会的生态 所以这方面就要寻求 五星基因的生态基因 跟阴阳五星气瓶 因为你有一个五星基因 你要在什么生态下 这个生态会不会对你的基因 有利还是有弊 这里面就要看阴阳五星的器品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 就是阴阳五星的器品 这就是我们来投胎 在这个细胞里面 已经先丙受的 上去这一点叫做性体基因 性体基因就是圣贤的基因 性体基因就是 当你的五星基因 阴阳摒气越来越协调的话 它就会再提升到 所谓的性体基因 性体基因就是属于五德心性 就是我们的心灵上的 先天赴给我们的 就是万德具备的那个性理 性理就是我们的天性 或者说就是我们的灵魂 那个是具备的 那就是前过所说 前元亨利争 你看元亨利争在表现在 我们这个天地中 就是春夏秋冬的意思 你看有一些地方真的是 春夏秋冬是风和热烈的 风调以顺的 所以那个地方的地理生态非常美 因为地理生态美 就是所谓的地灵人节 所以出色的人的样貌 他的所谓的骨骼 一切都是非常完美的 所以就是因为他的元亨利争 就是春夏秋冬是非常协调的 那个地方的生态 地理生态就好 人文就开始也好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 为什么中国出那么多圣人呢 它除了5000年文化的基因以外 最重要是它的生态基因 所以为什么中国它有北方南方的差别 所以为什么北方之强 南方之强 这是一个地理基因形成的 所以说丛林文化 丛林里面有丛林文化 那是一个野生文化来的 在一个文明世界 有一个文明世界的文明文化 那是一个属于圣贤的文化 就是在人格上 它是比较圆满的 所以自古以来 要用圣贤的文化 来引导我们人类 因为只有圣贤的文化基因 可以培养我们人类的基因成长 或者只有有圣贤的地方 那块土地 那个文化 那个风俗 才成为理人为美 就是一个很有仁德的一个生态 来培养我们的人类的文化基因 所以这些是很重要的 所以过去新加坡没有大学 孩子必须要送到英国去 所以新加坡有大学 它就有一个大学的生态 就是说有这个地方可以上大学 而且是顶端的大学 所以一个国家本身 它怎么创造它的生态 来培养这个社会的人格基因 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们要找到 比较一个圆满人格的人 来培养我们的孩子 或者来给这个社会 做一个引导模范 因为它身上的一个 所谓的武德性体 是比较圆满的 所以人格已经形成一个 所谓的人格基因的品种 一个很优良的品种 这种人格的品种 需要去好好的保护 我们叫做圣贤的品种 所以过去人 要怎么样都要保住一个龙种 我们在文化上再怎么样去经过一个考验 还是要保持做一个传统 就是圣贤的文化传统经 不可以给它毁灭掉 所以当时取死王焚书坑乳 焚书坑书不重要 但是你连经典去烧掉 那就是完全没留下一个文化经给我们人类 可以吗 最后来是那些读书人 那些比较有文化意识的人 把这些四数五经藏在墙壁里面 放在墙壁里面 就是把它放在墙壁里面 以后我们四数五经再打开 这个四数五经里面的文化 里面的教育理念 可以再把我们的 所谓不文明的基因再重新培养起来 这就是教育的使命责任 但是你给人家的教育的那个系统里面 是用什么品种的文化 这就是我们一直要考虑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一定要用姚舜女汤 文武周空这种文化基因 用圣贤的人格基因 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标准模范 朝向这方面去发展 所以孟子说圣人是什么 圣人是人伦之志也 这是一个人类的伦理道德的一个标准 一个所谓的准度 我们要朝这个标准准度去提升 这个标准准度不可以放开 华变低的 所以孔子当时周流越国 也是希望把这个圣人伦的标准的基因文化传遍 但是因为当时战国时代 是不能够去看重这些 但是还好孔子还是要把3000弟子培养下来 形成我们后来2500年的中华文化 这个文化基因培养了后来 我们今天的中华文化的品种 这就是我们从历史中去探讨到 那么这个基因本身要怎么去建立起来 要重新怎么去解读 这就是我们后面设计系统 所以为什么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自我解读 家庭论理 职场心理 先信剖析 人格无益 这就是我们文化基因中的一个交易系统 那么人格基因的概念 主要这个基因本身 它不是一个物质的基因 它是一个物种基因 就是它是有机的 所以第一课有讲到 人是一个有机物 人爱的人是一个有机物 它不是一个名词 它不是一个物体 它是一个有机物 所以孔子说 人者爱人 人的动能 它的能量 它的发动出的力量 出的爱 爱就是一个人的有机的成长 发展 它是有感知力量的 我们可以恨一个人 这个恨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力量 因为它会重伤对方 对方会感受到你在恨他 他的心里会重伤 所以恨它不是简讲的一个词 一个形容词 它是一个能量 同样爱也是一样 这个爱本身 你发出爱的能量 人家会感觉的 人家会感觉的安全感 舒服感 这就是气场 它不是一个理念而已 所以人者爱人 这个爱你做得到吗 那你怎么去如何去爱它 爱一只北京狗 跟爱一只比特的狗 是不一样的 因为不同的动物 它的基因要接受到爱的关怀 它的感知是不一样的 你有五个孩子 有二个孩子 对一个妈妈的感知也不一样 因为它的人格基因的组合不一样 后面我们就会谈到这些 就是比较实体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 我们叫做 刚才说的实力案例来谈 所以人格基因的概念上 第一 自我觉察 哪一类的核心理念 是人生最重要的功课 人生只为一个核心理念 也就是说 不管是天变地变 一切都变 我的理念不变 这通常会把它放在 在宗教信仰里面就很注重 这个所谓的理念信心 你信心越强 你的理念越守得住 但是你的理念假如不正确 或者你完全没有一个核心理念 你的信仰就不会坚定 你的信心常常会被摇动 因为你的核心理念 一直在改变的关系 而这个理念是比较理性的 比较清楚的 所以说孔子要走这条路 他的理念很清楚 已经不会再改变了 不管是颠撇流离 他这个理念就是一直走下去 到后来朱子百家 这个传统理念已经断世了 甚至自己的理念 是针对一个时代所培养出来的 所造就 甚至被一个时代所强迫出来的 他还没有办法来 真正找到一个天地核心理念 天地的造化 天地生万物 生人是为了什么 这个理念要先找到 所以过去才有说 为天地立心 为万民立命 为天地立心 为万民立命 就是因为用天地的心来为万民立命 他不是一个统治者的心来立命 他不是一个霸主来立命 他是以天地心来做立命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这义经首先一定要乾坤两卦先开始 就是从天地开始 在之前文王还没有排这个乾坤 是64卦的持续 之前的不是排在第一卦的 不是乾卦 也不是坤卦 但是后来因为文王想要把这个世界建立的比较有秩序 然后才用乾坤开始 就是从乾坤方面 我们要去效法乾坤 就是天地的 以天地为核心 是这样来的 所以当时我要设立这个解读系统的时候 我要想清楚我的理念是什么 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最后我们选择 还是要用我们中华王 摇顺与他文武 走投天地之心来为生灵立命 这个生灵立命立的就是什么 己欲立而立人 这个要从教育方面来去做立模范的 第二 构成生命程序的一切是由本身观念及信念所造成 生命是一个程序 好像教育系统也是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是现在我们的电脑时代的人 很诉讼讲程序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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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易经的序挂 64序挂的序挂 不就是这个程序了吗 这是文皇已经列出来的程序 开天PT以后 怎么建立这个世界 到最后 许我记忌 大同世界 它是一个程序 而我们学校里面的 从小学到大学到高中大学 它也是一个教育系统的程序 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 生命的程序的一切是由本身观念 信念所造成 但是你的身体的程序 时常会被紊乱 会被打乱 就是因为你的自身里面的思想的观念 信念会造成 它形成你自己的人生程序 也就是说 我想要怎么样做 我安排我的人生 这个程序已经不是父母定给你了 甚至有时候社会也不能够改变你的 所以每一个人要寻求自己的出路 他就给自己人生生命 有一个自己的程序的一个建构 或者我们说的理想蓝图 这很重要的 但是问题是 你可以给一只猫 它的成长过程用一只狗的 培养程序来给猫吗 不能嘛 猫有猫的一个基因成长 比较健康的过程 狗有狗的 所以人把一只狗当成宠物的话 那是真正的让这只狗 有得到他的生命的程序需要吗 还是这只狗必须要配合你这个主人的生命程序 这个我们要很清楚这一点 当然这只狗喜欢你 它跟着你 它会提升 是好的 这只跟着你 要变成一个奴才一样 必须要讨你喜欢的话 要以你的喜怒哀乐为中心的话 你不是在造它这只狗的成长吗 它也是一个生命 所以教育系统本身 社会的教育是针对整个世界的未来 来做一个竞争性的程序 但是在学校的教育以为我们个人的人生 我们的家庭 我们理解了这些人性的道理之后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态中 也制造一个真正让我们 什么叫做三代同堂可以成长的一个比较有人性化的程序 这个就是家庭教育的可需要 我们设计这个系统本身也就是为了要经过网络通过家庭 让家长父母在三代同堂中 在家庭里面 你们在家庭可以制造自己的生命程序 就是我们的家庭教育 第三 决定细胞生命的重要关键不是基因 基因只是一个组合 一个基因 但是细胞对环境的感知才是最重要的 一只小鸡从这个状态里面出来 它第一个感知就是谁先接触它 谁伤害它 谁引导它去觅食 它这个感知立刻先找一个 好像认为说 这个就是我的母体 我的妈妈照顾我的 所以动物也是一样 一只动物流在街头 谁养它 谁就是它的养父养母 它这个感知会让它知道 那野生的狗 野生的狼 是因为没有人要去 照顾它 甚至人是 就是猎人 所以这些野生的狼 野生的狗 看到人就当成是天敌 当成是罗沙 我们叫做魔鬼 所以这些野生的狗 一看到人就 抱着一个震恨的眼神来看你 因为它的感知基因中 只要这种形象的人 这种动作的物种 就是我们的敌人 这也是它的感知中 所以感知这个机制是非常重要 它也就让我们感觉到 爱 恨 危机 意识 第六感都是在感知来的 但是因为这种基因的组合 有一些感知力强 有一些感知力弱 这个就是后面我们要解读的地方 所以第四 这种具操控力的感知 是感知来操控你的信念的 所以我感觉到好 OK 我就用这个信念 我在宗教觉得感受很好 我就培养这个信心 所以信心也好 信念也好 还不是离开你的感知系统吗 就像这个味道很好 我就喜欢这个食物 这个音乐 我感受很舒服 我就喜欢这个音乐 所以当是你的感知 来设定你的信念 或者你信心的加强 甚至以后你的生命的程序 还是由感知来做 下意识中 就是潜意识中 来主宰你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 在商业界里面 传销界里面 一直要用语言来打动你 让你去感受 感知这个东西的需要 这也是在区民学里面 很重要的一堂课 区民学本身 一定要让你的潜意识 感知到你的信息才可以的 一个人没有办法 在宗教中被区民的 因为他已经没有这感知 他要半分半醒中 然后潜意识来感知你的信息 所以这种具有操控力的 感知信念 并坚定信念可操纵命运 所以这个感知很重要 所以你是由你的感知 来主宰你的思想信念 甚至你的宗教信仰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探讨的 那感知假如一错误 你整个生命程序就是错误的 你感知一错误 你的整个教育系统 就是一个误导的 所以第五 有强大的信念 有感知培养这个信念以后 强大的信念就可以左右人的遗传因子 你看你有这个信念 你加上这个信念的强大的信心 那你的一切行动 所谓的 都是在改造基因的一个行动 一个改造基因的基础 所以信念左右的人的遗传基因 基因组合的人 所以人是什么 人是信心生的一个具体的生命物中来的 但是他的感知基因是可以改变 所以从在宗教界里面说 你要用意念来治疗你自己 你要用信念来加强你的理想的到来 因为这个东西会让成形成一种能量 甚至你的行动 所以基因学里面就是一直在强调你的信念 但是这个信念假如说 不是来自你感知力量的强的话 这个信念就不会强 信念不强 你的行动就不会坚定到底 你就很难去改造一个遗传基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越南又打了几十年战争 有100万个 平均差不多100万个越南难民离家处走 通向入海 有50万人乘到海底里面去 有50万越南难民 也被分配到澳洲、加拿大、美国 但是他们到加拿大、美国、其他国家的时候 那时候一贫如洗了 但是20年后、30年后 他们这种难民到一个新的国家 有一个新的自由社会让他们去开创 然后你看到第二代、第三代 这些难民、所谓的难民 他的下一代都是终于终止的 因为他的祖先已经在那个地方 用尽一切得来的 叫糊口鱼身的人生的一切努力 去把孩子栽培 尤其是在一个外在的生活环境 已经给他全新的一个家庭命运的改造 所以也就是说 这些难民到另外一个国家里面去 他就从他们的零开始 把下一代在那个很好的生态中 去坚定他们的培养下一代的信念 所以改造了整个家座命运 这个就是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看到 很多新的国家都是因为这个感知 信念形成整个社会的进步的 这个不是从教育来的 而是在那个时代的背景 感知力量、信念的强 非常强大 所以这里来说强大的信念左右人的遗传 所以第二代、第三代的难民的孩子都在外国长大 身材就是没清目秀的 完全跟塞的骨骼形态不一样的 因为在那个地方他很安喻的生活 营养又丰富 社会有很好的理想去追求 所以整个心灵感知是完全改变的 当时我到有些国家去 其他国家遇到难民的眼睛的时候 他从越南刚刚出来 你可以看到当时出来的难民 越南难民的脸色都是苍白 而且充满着恐惧 而且都是瘦小的 但是你看到他第二代以后 第三代都是非常丰满的 健康的孩子 那就是因为整个感知已经 脱离了战争的过去的恩怨或者恐惧感 所以这个感知本身是很重要 但是这个感知来自一个基因的结构 这是为什么要先探讨人格基因 才知道你的感知力量重心放在哪里 所以人本身就是基因的环境 这个身体本身 你看他有气氛瘟瘟瘟瘟 他也有一个什么的叫做 各种病痛的感官 这些就在你的感知 你的心灵上 它是一个生态的 所以身体就不好 不舒服的话 你的信念就开始弱了 身体健康觉得 你的信心又强了 所以身体本身也是一个感知经 遗传经济的生态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 那么你的基因本身 在这个感知力量中 它才开始产生它的复活的力量 所以我才讲 吃一顿饭 开开心去吃 不是你的胃口好 是你全身的几兆细胞都很兴奋的活跃起来 这是很重要的 每一餐饭吃的都愁眉苦脸的话 其实你胃消化不好 你的全部细胞也没有感觉到吸收到粮食 因为它没有那种能量来让你的细胞活跃起来 所以人的气色不好 就是它的感知力量的问题 出问题 然后全部的细胞不好 你感觉的力量已经造成一个负面的细胞的生态 那我们先谈到这里 到这里为止 大家有没有想要探讨下去的 我们先做一个互动时间好不好 华庆带动 这边有没有会有想要参与 想问老师一些问题可以提出来 这方面大家还没有听过 很难去带互动 没关系 你有什么想什么都可以问 没有问题 这是互动时间给大家互动的自由 只能看老师 有没有比较现实的例子 给大家听一下 对 我们就skip到中间的这部分 因为大家没问题 其实也不是没问题 还没有办法消化 还不能够找出问题 但是大家熟了 想要急着说 那老师你的系统是什么比较快 这样我也可以省多时间 你觉得卖膏药 又要吞火炭 还要什么 撞石头 找到头破血流 这个膏药拿出来贴 人家相信他有没有消 现在不用了 大家社会的信息非常丰富 假如像杨老师这样讲的话 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这个基因解读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系统格式 好不好 先做一个案例来探讨 好 那这些可以慢慢看 中间这部分也给大家浏览一下 不要太快 这张大概讲一下吧 这里是中庸的第一章天命之微信 你看天命之微信 这个天是属于先天的天 就是还没有这个世界以阴阳知全的先天 已经说先天而天佛伪 后天而奉天时 这个先天而天佛伪 就是先天之理 就是无极的时代的那个阶段 后天而奉天时 就是介入这个阴阳五行的时候 它已经有一个时间 有一个时间的程序了 你不能改变这个时间程序了 但还没有进入这个时空的时代 在3D的时代 它在先天中 它就是一个无极的 它是属于宇宙之先 它不是在时空里面 所以它是一气流行的 所以当时老子叫做无明的世界 所以在先天之理 富人为信 我们人身上都有一个先天的性理 就是一个先天的本质 这是无明无形的 不偏不语 昏软一团的 就是我们那个先天的那个灵 原神是跟宇宙合一的 就好像一个婴孩在母胎里面 这个婴孩的意识 是跟妈妈的意识合在一起了 它还没有自己的意识打开 在诗经里面叫做无事无知 就是先天性的无事无知 婴孩打开眼睛 或者感受这个气温 外来的气温 它已经有一个意识记忆了 它已经离开妈妈的身体了 那个就叫做后天 它开始必须要有自己的意识 就是基因来累积它的人生了 所以这里就很重要 就是说到后天的时候 它就离开温元一起 先天之理 不偏不语 无明无形 人得其权 就是我们的人的灵性 都有先天之理的 先天之理 我们看人亦理之性 就是先天之性 就是天命之性的这个性 就是人亦理之性 这个武德之性 因为这个天性本身 它有仁义理智的这种能量 这种我们叫做元素 它是有机的 刚才说是有机的 它不是一个物质物体 它是一个有机 就是为感应的 所以先天之源 人是天命之源之理 义是天命力之理 理是天命亨之理 智是天命争之理 信是天命云亨力争之理 信就是统四端 仁义理 信之四端 合体联合 就变成信 信统四端 兼万善 而这个仁义理智 其实就是天的元亨力争之理 元亨力争 讲的就是这个一气流通 到这个元亨力争 在我们身上在流通的时候 就是君子 自强不习 君子厚得债务 债务 这个在人身上流通的就是君子自强不习 君子厚得债务的这个仁义 理智信之理 所以当时这个元亨力争 仁义理智信在孟子的时代 他就说发之尼端 他就把他 阐述出来 就是人是什么 人不是爱人这样简单 他一定是来自因为有赤影之心 那么义呢 义不是说义愤填金这样就出来 而是他因为有羞恶之心 当你看到一个人在欺负另外一个人 假如你有正义感的话 你假如不拔刀相处 扶强 叫做扶弱 除强的话 你就会觉得自己是很羞耻的 因为你的正义感让你知道说 你不现在去出发 来行动你这个作为的话 你是一个羞耻 所以羞恶之心就是说 这个在正义的意识形态下 我假如不做出一个正义的事情 我就觉得难过了 所以为什么说大同理音篇里面说 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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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有所的 已经已的 有的 你不拿出来封献 地上已经有你的货 你去把它浪费在那个地方 你这个会觉得羞耻吗 你在报天天物 你就是没有仁义之心 这个羞恶的意思是这个 就是因为你的侧隐之心 造成你一个羞恶之心 所以这个就是 义的羞恶之心 而你是持让之心 所以你本身为什么要拿起来退一步 就是持让 因为我们的心是火 心是火的话 它常常会逞强 会争 所以当你持让的话 火就降下 所以为什么说谦卑谦卑 你没有持让之心 你谦卑下来吗 你的心假如不是一个持让的心的话 你的谦卑就是假的 所以人家说 理多比 砸 因为这个理已经 已经不是真正 它的理的发端 所以理者就是持让之心 而智者是是非 你能够辨别是非吗 一个小孩子 他看了看 他就知道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因为他不用经过他的经验 他的良知良人会感应 会感觉 你已经欺人过剩 那个已经在痛苦 我已经感觉他的痛苦了 你在欺人过剩 你这种力气爆气 我也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他立刻可以知道说 你在施暴 他在受苦 这个是非我已经很清楚 因为你在破坏一个生命 你在伤害一个生命 所以这种是非之心是良知的感知力 他不是后来的知识聪明 所以他能够辨别是跟非 是就是真跟假 到最后 信是中树之心 所以中树为人不原 而这个中树本身 就是你的良知 展现出来的一股力量 就是说将先比心的力量 所以你会觉得说 你的痛苦我了解 你犯错我明白 我又感受到 所以测饮修恶 辞辣是非 这边呢 假如你能够发而皆纵结 就是测饮修恶辞 发而皆纵结 纵结就是回归到 人与理智 这个本性的性体的话 那么就叫做率性自卑道 所以当你把这个人理智信 人测饮修恶辞 是非中树 率进在你的生活中的伦理 我们叫做伦理 其实我们不只是说 家庭有伦理 社会有伦理 也有政治伦理 也有职场伦理 只要你是人 都有一个伦理的心理在里面的 我们跟动物之间 都产生一种伦理 比如说一只狗给你养久了 它会把你当作主人的效忠 它不是一个忠的伦理吗 所以狗也叫做忠浅 也可以叫做义浅 它有忠义的伦理观在里面 它知道你是主人 它听命你这个主人的信息 所以为什么英国人把狗 就是你不可以虐待狗 英国人把狗当成是 人类最接近的朋友 是有人性的 所以你不可以虐待狗 因为它已经有这种伦理观念 所以这个率性自卑道 过去都很想就在 父子知青人民爱物 上下之分 尽善尊贤 尽退周贤 恭敬慈让 是非取之 邪正 邪正真妄 真实无妄推己继人 就回归到所谓的 伦理上的人意理智性 刚才讲的这边的 人意理智性是天理之 先天之理 那是缘分立真 那么接下来到后天迷茫 就是当我们落在这个世界以后 受到后天的阴阳五行 所谓的气柄所积 理之所理所气来 气柄所积 理所气来是 跌入这个世界 当阴阳一声哭出来的话 他把后天的气吸进来了 他必须要依赖后天的 这个所谓的气 我们说是氧气 就是阴阳儿气 然后他必须要进食 去喝母奶 长大还要吃很多不同的杂食 这个身体本身 已经不是那么纯了 就是被阴阳物质的气 所感染 所污染 所以我们这个 眼耳鼻视生意 变成我们有贪嗔慈爱 七前六位的污染 但是因为这是刚刚在气柄所积 理所染 但是未必未来 未必就是还没有真正把我们的本质 良知蒙蔽掉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内疚 惭愧 伤心 这个就是你的先天之理还存在 所以他会让你感觉到惭愧 修耻 所以当一个人还有那种 孝替忠信 离连痴 到最后一个痴子还在的话 他的良极是还活着的 就是说他已经没有那么坚强了 但是到物欲所避 礼备欲蒙 这个是夜蒙必夜深 夜蒙必夜深 他已经迷真助忘 他甚至是把假的当成真的来追求 把真的当成是仇人来看 我们所说的就是养蛇为患或者认贼为父 这个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本性了 所以为什么佛教说你一定要找回你的如来佛性 而不是后来的那些 我们中华文讲的就是你必须要找回 启发你的明明德 你的良知良人 而不是后来的那些所谓知识 意识形态 所以这里的话 要怎么从末回来 行为本 要从那个什么叫做 支流再毁掉他的本人 所以就叫修道自卫教 这里就是有修行的功夫 而这个修行的功夫不是到身上鼓动去找名师 不是千里访名师 而是在你能不能够在明辩亲书之上 分别贵贱之等 为之之度结文 明细是非取之 使之既旺存在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人伦里面 在人伦的环境中去学到的 你跟你的父亲在一起 你会学到什么叫做校 你跟孩子在一起 你才会懂得作为一个慈父 同样一个道理 你只要离开人 离开人就没有到好凶 因为你跟物质的世界 你跟情受生活在一起 你能有那种人性 人与理智这些出现吗 你不可能吗 你没有跟一个老师学习 你懂得尊师 重到这个尊师的伦理是什么 你不知道 你没有个养个孩子 即使你不是一个亲生爸爸 那是你真的照顾一个孩子 叫一个孩子 需要一个慈爱来照顾他 他才会有成长的生命力量 所以你才懂得慈是很重要 所以你学会的慈 现在人就太孤独了 他把爱放在宠物身上 那也没问题 但是你是爱懂物的 宠物的爱 所以孔子说 亲亲而人名 人名而爱物 这是一个程序 就从最亲的地方慢慢发展到世界 发展到天下 发展到一朝一暮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从最亲的 最亲的就是你的感知力量 最纯的地方开始 就是孝顺父母 他是最纯的那种天性 那就是像圣地所表现出来的 他没有什么道理 这是你的生命对你的生命的感知 生命对生命 尤其这个给你生命的那个母体的感知 你已经连结到了 所以你会敬爱父母 你就会敬天敬地 意思是这样子 要不然人要跟天地合那么容易吗 你跟父母都亲近不来 那天地是更伟大的爱 所以为什么孝帝也者其为人之本源 所以孔子也很注重 孝帝做得好 以后都好谈 因为你这个感知力量 已经很纯 很直接 不是外来的感情作用 所以再会说 并别轻疏之上就归于人 分别归见之等于归于义 为之之度 结完之归于义 明系是非取之归于智 使之期望存在归于性 由道就复性 所以我们修道之为这样 为什么叫修道修道 道就是一个法则 道是一条路可以完成它的 所以当时孟子说 人人也何言之道也 人人也 人讲的依神作人词 这个人道去修行去发挥的话 它就是一条让你完成人格圆满的道路 它是必行之路 所以叫道是必行之路 它是一个法则来落实的 所以才能够尽性达天 所以装面为什么叫尽其性 这个尽其性是尽武德之性 这个尽其性就是尽你 仁义理智 刚常伦理之性 因为天下所以会乱 就是没有刚常伦理 刚才说 即使商业 商界 企业界 它也有伦理的 政治界也有伦理的 你说国与国之间 帮交交朋友 朋友不是五伦之一吗 你说哪一个国家 是你的兄弟 哪一个国家 是你的父母国 这个不是伦理吗 这些都是伦理来的 所以当后来的人 就把它伦理 就变成是个家庭式的东西 其实它是人性里面 宇宙本身的伦理 你跟上帝之间 也是一个伦理 你跟佛之间 也是一个伦理 你跟你的学生之间 都是一个伦理 它不是一个关系 它是一个伦理的关系 它不是一个人际的关系 这个我们要清楚 因为这里面才有真情真义的交流 才有人性 以人为本 这个人才会成长 叫做人 而不是动物界 这个动物界也有动物界的说法 现在我们就把中央面 这个大概讲 我们的基因 是所谓的人格教育系统 是以这个为我们的主题的 接下来我们就带过 给大家浏览一下 这叫做武德大义 当然我们讲人义理之心 我们不是讲解人义理之心而已 而是把这个人 把他阐述 把他打开 他是整个天地的人 好像这边说 三观之照耀 三灵之后再 圣者之敦化 这个全部都是属于人的展现 到义的时候 是理之正轨 之所以行之东行之路 这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什么大情理可以讲的 所以天地有证据 扎人复流行 这不是文贴香讲的最踏实的 最贴实的所谓的义吗 到理的时候 天理结文 它是一个节奏 它是一个程序 它是一个原型的规范 它不是一个业数 它是一个业智 在我们的人心有贵不及的地方 所以理之本义 无不敬 就是敬 敬你就会有慈当之心 然后你端砖持照 修极安人安百姓 没有这个理 这个社会平安吗 社会不是靠法律为止而已 更长久的是 靠人与人之间 理上往来 不是靠一个法律 法律是刚开始 社会还没有把它融在一起的时候 都要靠法律 靠制度 当人与人之间 产生那种信任度跟感情的时候 它还需要法律吗 老百姓的 所以能够修极安人安百姓 是因为这个理已经完成 就是成功 尤其我们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 不是靠法律来维持我们的 而是靠我们人与人之间的 互相的尊重 一个看重 所以这个理本身 它不是表面的 不是鹦鹉人员不离 非鸟的 不是这些的 这个理记讲得很清楚 这是判断是非真伪的心得 你心中要一盏灯 就看真假 但是这个真假本身 它不是一个聪明而已 它是要格物置之 然后去通 能够黄中通理 这里面的功夫 就是博学名辩 到最后你能够智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忌 你才可以完整 刚才说人亦理 这部分的德行 要自本身来去判真伪 所以智以智道 仁以体道 勇以强盗 这是我们中文所说的 到信德的时候 真实无需始终 全面做得到 你就可以完成这些破灭的 所以事实之行 后土所知有信 君子行之有信 这个都是信 我们的信是跟天地一样 尤其是我们跟信实搭配 就是现在说的环保 就是根据大智能的系统程序 不要去破坏大智能 事实之秩序 不可以破坏它 现在已经不是 已经破坏事实之秩了 人还谈什么谈环保 生态在破坏 人还可以活下去吗 所以这一点 为什么皇宗通女 居正体 统四方见万善 这个是信本身 就是你要通到天地之里去 这是一以贯之的通达 这个我们抬过 接下我们把荣树在 非常伟大的天地之间的 天命之心的浩然正气 到我们身上的人德齐全 就是水德主治 木德主人 火德主理 土德主信 金德主义 为什么这里我们要提出 金木学活土 因为这就是所谓的人意理智性的代号 因为我们的基因系统里面 会用金木学活土来作为 我们人意理智性的代号 因为金木学活土里面 它有相生相克的原理 用金木学活土是因为 它有深刻物质物理深刻的原理 用这个深刻原理去了解 我们的人 我们的伦理 人道伦理中 所以为什么有 相生相克的情绪出现 所以根据 就好像说 用这个代号 去解读我们的人格基因 所以水德主治 它的水德代号 在我们人身上 在我们的感知基因里面 它主负责了 灵活 自信 细心 善解 精灵 睿智 就是应变力 所以为什么 人者要三 智者要水 因为它的变通力 应变力强关系 所以 木得主人 人 木的代号 代号就是 人后温和 宽与 善良 创造 执行 生发力 因为木主成长 所以为什么 人者受 因为它是一个成长 生生不息的力量 火得主里 是热情活泼 感性 礼仪率性 文采 这是动叉力 因为国主文明 因为火一亮的黑暗就被弃走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动射 这个 所谓的宇宙的真相 土得主性 就是信实忠诚 沉稳和群 务实保守 这是意志力 因为它有坚守的关系 因为你能够坚持坚守 它才是代表意志力 意志力不是冲锋建成意志力 而是你能够树其位而行的意志力 到金德主义就是坚定果断益气豪气忍静磨裂 这是创造力 因为金本身它主改革 所以人家叫做起义 起义就是金 就是拿套拿进 其实它就一个改革 变革变革本身也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金德主义为什么说 《易经》里面有一个文卦里面说 要果 君主要什么 果断 果决 益行 到你要给孩子一个教育的话 你要有金的坚定果断 你要你孩子走哪个方向的教育 叫做果决益行 你要给孩子教育 你要先有一个果断 果决就是孩子的将来未来是什么 你才可以采决 你才可以引导他的未来 但是你要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心 坚定力 所以金的话通常是在讲管理学方面 一个领导者要怎么样去坚定果断 在江湖说就是你的意气豪气 所以仗义输才就是金 所以刚才说木火水军土的这个感知的 那个深刻的原理 套在我们这个人格形态中 这些呢就会产生人格形态 种种很复杂的一个基因组合 后面我们就会可以看到 这边我们看到 天赋五行 这个五行一强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能量 比如说谁忘的话 谁就感觉行 它的感觉力很强 所以代表智慧机制平静被动 以感动回感动 它很快地给你互动 因为水本身 它就没有自己的形体 所以它能够人缘人方都可以 它直接就跟你互动 而木的话是能力行 因为木是生长创造 所以它有人词善解胆子 以能力助 所以木强的人喜欢帮助 好像什么前人种树后人娘 树就是要给人家一娘的 树就是生化水果的 那火旺的话是荣耀行 荣耀行的话就是代表他的欲望 礼节热情 他就是注重表现 这个表现中很明显的表现 虽然他是一个荣耀行的人物 但是他会用他的热忱去带动世界 因为火是燃烧自己的 到土旺的人他就是成就行 因为经验忠诚 忠诚 稳重负责 以成就丰富走着 所以土的人好像这个大地土地一样 他可以养活天下人 他可以生长一些五谷杂粮 所以他在丰富这个世界 最后叫第四坤 假如不是坤挂的话 哪有这个世界的古神呢 古粮呢 所以金旺是原则行 是理智正义 勇敢坚洁 以公益 适才善用 这个通常就是 刚才我们说 做官的人 好像包青天 在法庭里面 这些都是金旺原则性的人 这些警察 这些宽服正义的人 他一定有金的性质 所以金的代号 就是属于这些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说的天赋 就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些五行的天赋 在五行中 流了出来的这个感知 或者人格的形态就是在这里 那接下来 那么这一些呢 接下来就是墙中落 他有过墙 就是过于不及的地方 水的五行是滋润汹涌 那么过墙的话就不及小节一受感染 综合的话就是性情柔和 明天是非 过落的话就依赖性强 性情不对 所以这些就是过墙也过落 所以在我们人格经里面 你的五行里面 哪一个过动过墙过落 他就形成你的人格的性质 就是你的形态出来 我们大概有带过 那么刚才所说的那些 我们把它藏在我们的交易系统里面 所以我们的交易系统里面 有重要的一个系统理念 第一就是提倡中华伦理人格培养 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理念 第二 启发人性本体固有美德 是本来已经有的 比如说鸟会飞 那么什么叫做 乌龟 它从沙里面出生 从蛋壳出来 它就会跑到海洋去 但是它本来的 它的动物的物种 它只归向 所以它每一个物种 所以它存活到今天 它固有的能量存在 所以它传宗下代 到今天它的基因还是很强的 但是我们人性里面 它有一个固有的美德 这个美德就是人意理自信 天赋的美德 我们这个美德到现在 只是说个人这不知不觉中展现 但是还没有被系统化的 把它发扬最大的力量出来 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 剖析五行 五德心性的本质 用我们这个基因图来剖析你 你的美德中哪一个过强 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五德教育 德智体群美的五德教育 五德教育不是属于小孩子的 但是在小孩子身上要先做一个启蒙 接下来我们的现代化系统教育理念 我们在西方社会 我们一定要现代化下方理念 大家已经在科技时代了 不是在写黑板的时代了 所以我们要用很多科技 它们一目了难的系统 所以这些系统都很电脑化 很系统化 给现在的电脑时代的人 在学习上课的时候很一目了难 所以接下来就落实自我终身学习 这是给每一个人自我学习的 用自己的空间的时间 大家在百忙之中有一个时间 大家来自我从事 在自己的神称中 制造一个自己周围的生态 这就是我们提供的系统教育 所以这个呢 我能够基因系统就有 这个五个解读系统 我们再带过 这个以后我们再谈 就是同样一个基因图 我们可以解读这些 就是你的过于不及的地方 这个就是伦理系统 这个就是自我解读 就是你的能力 你的社会的能力 这些就是职场心理 职场的伦理的意思 你怎么会在你的工作厂子 都遇到投资者 投资者通常就是贵人 其实一个聪明的孩子 读识很强的话 即使父母穷 社会会投资 政府会投资他的身上去 因为你未来的贡献很大 所以当一个人会投资在你身上 不管父母还是社会 还是公司会投资在你身上 一定你身上有一种力量 可以让他培养你 让你产生更大的价值观 所以人身上一定要有一个价值 被人家来作为投资的目标 这里就是说的 德智体勤美 这是全脑的一个所谓的培训 那我们系统本身 我们中国人讲的就是道 这个道有天道人道 那么一经是天人合一的 就是把天道人道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老子他就专讲天道 整个道德经讲的都是天道 而孔子讲的一生就是讲人道 但是孔子在一经里面 就有把他的人道纳入一经的天道里面去 报中庸篇的时候 中庸里面也有讲到很多天道人道的联合 所以一经本身也就是天人合一的 因为文王时代 姚顺时代 他们是以天合一的 就是以前的圣君圣王都是听天的 就是用天地的法则来行道的 不是个人的统治理念 而我们今天讲的阴阳五行的系统 我们在这里就是奴学 武德心性 那么上面的三一命相谱 这是民俗文化 所谓的三教九流 后来的这些就落到三教九流去了 所以当我们讲五行 很多人就以为我们是三教九流 其实我们不要把它落到三教九流 因为三教九流为什么今天还是很流行在世间 就是大道与小道所说的 像庄子篇讲的大字与小字 它有大跟小的差别在这里 所以指下说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言 至远恐于是以君子不为人 白话来说 天下万事无论大小精细皆有道理在内 就是极小的计量数法 若是做到精工时 其中宴孝也必有可观之主 但小道之计法只能此一世此一空 不能够统帅重礼以运妄斥 若推至广大处 只怕会直尼不通 无以达成自得大道 所以君子不专制于小道技能 才能专制于大道得业 而不误用精神 妨碍了尽得修业之路 指下当时也 他的社会有很多所谓的 世间的小道小技 所以古前说 百家众计由而目彼口 皆有所名而不能相通 不能相通 它不是一个统一性 所以非可观 即使可观也是小观 不过是一个大观 宏观 至远恐尼故君子不为 君子要学的道是比较宏观的 所以他不会停留在小道言而逼世 这个所谓的寄问之学 所以老子说 正父为其 善父为妖 人之谜 其日以久矣 因为事物的过渡 就会产生责变 也就是说 当圣贤的文化 留在民间的时候 民间离开了 他的真正圣贤的 本来的主流 所以变成世俗化 而世俗化 再变本加厉的话 本来正的就变为其 善的就变为妖 所以什么古时候的 圣人留下来的经典 到今天变成世间的 所谓的 江无术师 树流东京的种种 鬼神的教法 甚至宗教很多 那种旁闻左道出来 那就是因为离开圣贤 真理太远了 就变成三教九流江无术师的问题 这个我们一生中看到了很多 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 要用这个系统 把他正本清原回来 我们就后面找到基因图那边去 这个是一个传统的基因图 但是基因图本身人格基因图 你看他有五个宫格 那有不同的金木虚荷度在里面 这个金木虚荷度是从哪里来的 这五宫格代表什么呢 你看好像一辆车 后面这个四个轮车 对不对 那中间就是一个司机 你看中间这个地方是空的 就是这辆车本身 这个司机没有在里面 就是他不能够主宰他的这辆车 他是被外界主宰的 我们基因图是这样看的 所以有一些人就是没有自主力 他就是没有自信心 但一切随着潮流 随着社会的随波驻流 这个就是一个基因图解读的一个开始 那么这个基因图怎么解读 我们会纳入这些理念在里面 比如说德性方面的智能勇 人格方面这边扭曲的人格 健康人格 这是以心理学这方面来探讨的 那接下来这边 我们的人格基因 你看我们的伦理中 你看有兄弟朋友父母长辈 这是我们的伦理学来的 而至于这边的智力景象信心 这个是个人的修持功夫的地方 自己要辨别的地方 就是心理意志的地方 所以我们会纳入这个 在我们的教育系 我们先看这边 下面这个是五欲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系 转中要赔要设计的 还有这边五德就是要启发 就是怎么样让你是非之心 吃你之心 让他有一个生态成长 而越来越强大 变成我们人生价值观的核心 这是一个基因图 你看年月日时 就是我们一投胎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那个年月日时中 他已经有阴阳五行气柄 已经在你的身上了 所以为什么命理师会把这个当成算命的一个标准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他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阴阳五行的磁杂已经 已经磁化了你的这个细胞体 你的人体 所以人会跟着气候 跟着这个节气 形成他的人格基因 所以这边有一个基因图 好像这个人中间墓特别强 我们就以这张基因图来看他后面的报告 墓多的人 他是自主领先能力创造 这个人呢 他的核心点就是能力自主领先能力创造 我们就以他能够自主领先能力创造 他会形成怎么样的后来的命格呢 就是他的一生表现 好像在这一张他就是整个家庭系统的 一个爸爸妈妈三个孩子 男孩女孩 你看每一个孩子本身 父母亲本身 他都有不同的人格基因的那个五行系统 这是所谓普文 巴西那边 他们很注重在家庭辅导 所以把家庭放进去以后 每一个的基因图会不一样 你看他几个孩子 这个水多 这个妈妈也水多 这个孩子也水多 你看他有一种遗传 但是父亲跟妈妈跟这个孩子的 水比较多的地方 在不同的宫格里面 就是他们的形态会不一样 他的水的心性一样 但是不同的形态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开始解读 你这个家庭里面怎么去了解 他们的内心世界 跟外表表达出来的形态 那你们的内心形态中 有没有冲突矛盾的地方 那就是在五行深刻的理路上来探讨 这是属于一个心理学的探讨 但是用我们的五德基因 来做一个基因解读 这样一个人 假如他是一个自主领先的人 我们就从这个基因图的解读 他的人格形态 这个我们可以读到的 那少年时就很独立自主 接下来 他的先天器品到他的成功前提 成功前提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他 你的先天器品强的地方怎么去发展 但是要怎么把它变成正能量 因为你越强的地方 你不会善用它变成一个破坏性的能量 甚至是自我灭亡的能量 所以从基因中我们可以看 好像虎为什么会死 虎死在他的皮太美了 所以猎人要杀他 意思是这样子 OK 那人格基因的培养 从这个基因图里面我们要探讨 它里面有十个形态中 它哪一个比较弱 这里面它有相生相克的 比如说A1的同理心 慈善心 道德力 这个地方弱的人 他就比较不会去体会别人 同样的道理 那你会体会别人的话 你的长辈缘就不好了 你的贵人也少了 你的朋友就弱了 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你的命格已经形成了 接下来看 这个是比较详细的心理学的一个解读法 自主性的人他主导 奋斗 自主亢奋 他太强的话 他的奋斗会变成一种亢奋 所以有时候他太过自我中心 那接下来呢 他的直觉化心理 他会觉得他是谁 他以为他是谁 他什么什么都是 我是什么样的人 他因为他的基因形成 他所认定认同的自己 但是在对别人来说呢 他可能会产生别人的一个伤害 但是他没有办法了解 只因为他太过自我中心 所以太过自我中心呢 他有一个个人的成功 但是在人脉上 人员上 家庭上 他可能是一个失败者 这里面在探讨的 这个人格的关键词 这个每一个关键词都很重要 因为每一个关键词就是一个心理 心理的一个形态来的 所以这个关键词本身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正面跟负面的地方 他的能量 再下来看 后面的 这个成功的那个一部分 后面来看的压力点 像每一个人的人格形态 他都有一个压力点 每一个人心里面 他都有一个自我的压力 他怎么去疏通自我压力 所以这个就叫 你成功的 但是你内心世界 有一个被破坏的东西 就是你的压力点 成功越强 你负担越多 你压力点越强 所以你要怎么去缓送你的压力点 这个是压力源 压力源就是外在的因素 压力点是内在的因素 这是一个压力源 这是我们巴西用巴西文来开的 而且这些都已经形成一个系统了 他们都在网络上 在电脑的系统里面 做一个上线交易的 而且我们这个交易都是属于年轻人在做的 因为这个系统太容易掌握了 只是说社会经验不足 所以要多看一点书 以上我们就大概解释到 我们的人格基因系统是在后面这一部分 而人格基因的系统教育 就是在所谓前卫的那一部分 我们的教育本身 还是根据我们之前说的天文地文 来作为我们的教育 的资讯 我们的教材 而解读方面 就是用人格基因的感知 这种基因感知 细胞感知 在我们心理学上 人性学上 做一个 补充 或者复补 或者说家庭教育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概念 今天是比较快速的 大概满足大家 就是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而下面还有一课的话 再看看大家要不要进入基因系统里面 所以假如说有人想要去探讨的话 不管你自己的 还有你的亲人的 我们可以引明的 那个系统出来 那在解读中 你来跟我们认定看准确不准确来验证一下 因为我常在巴西人跟巴西人那样 这个东西讲得准确就公信你 最起码你可以找到方向 因为你有一张自己的地图了 但是完全不可以迷信 我们把数流动静那些民俗文 全部干净掉 去掉 把它形成一个科学的 理性的 道德伦理的 我们中华教育的系统教育 这就是我的一个愿景 所以今天是大家的熟悉的认同 所以我今天就把它挡出来看 所以之前我还跟姚老师讲 我们私底下的深度探讨 发展过也可以 没问题 反正我们现在在新加坡 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做事 这一两年里面 还是可以在新加坡做点事 所以借这个平台 给大家分享介绍 大家假如说很想来学习 我们一起来学习 没问题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好的 谢谢沈老师精彩的分享 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还是想开放这个机会给大家 还是问最后一个问题 可以可以 没有那个想跟沈老师进行交流的 欢迎提出问题来 我没问题 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吗 可能是和大家 因为刚刚接触到这个案例 因为觉得在讲别人的东西 没有讲这个东西 所以可能还没有太强的这个感知力了 所以可能我觉得下一次吧 如果有学员 有这个兴趣的话 可能可以把自己的信息拿出来 因为刚刚沈老师有提到说 可以把姓名去掉 然后呢 只是以这个基因分析的方式 来做一个分享 那么这样我觉得 跟大家有一个变身的互动 可能所以比较容易提出问题了 首先我觉得刚刚沈老师讲说 可能这样一个基因的图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觉得说 到底讲我讲的是否 然后可能产生第二个想法就是说 那么既然讲的这样准确的话 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才会能够让我的这个武德的心性比较平稳 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 对 没错 所以可能 我是觉得还需要一些 我们学员本身的切身的案例了 因为这边出现的好像都是别人的 跟我们关系的整形 对呀 所以就是没有那个强力学 这个系统也是 但是还是有比较深的部分 可能大家一下子还没有办法提出来一些 对对 那好的 那我们那个沈老师的下一次分享 将安排在5月22日 将会有更加精彩的分享和朋友们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那么今天的话呢 那我们读书会就在此的告一段落 下面我再次预告一下 我们读书会的下一期活动 将会是下个星期六 请注意是下个星期六 我们这次没有间隔两周 就下周 我们将会请赵秀春老师 为大家导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这边先做一个预告 好的 那么感谢各位朋友的参与 今天的春意读书会就到此就结束 现在还是我们请大家呢 打开你们的摄像头 我们来拍一个小合影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 请大家打开你们的镜头 好的 感谢各位的参与 我们这边就拍一个小的合影 跟大家进行分享 还在等待一些朋友 这位先生吧 我们看到 嗯 轻轻 嗯 轻轻 嗯 轻轻 上次你问那个所谓 日本人的治理的 是你问吗 好 可以了 好 感谢各位的参与 我们嗯 一样的时间 下个星期六 下午两点半 和大家网上见 感谢大家 谢谢华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